在今天一整天到明天清晨 康瑞颱风最接近台湾 并且会为我们带来强风豪雨 提醒大家一定要严加戒备 目前康瑞颱风的中心 是位在俄罗比的东方 大约130公里的海面上 它今天上午的移动速度较为快速 所以说预估在今天中午左右到下午 就会有可能登陆到台湾的 花东这一带的陆地 那随着它的中心逐渐进入到陆地上之后呢 它也会逐渐的往西北的方向移动 移动的速度虽然略微的减慢 但是预估在今天晚间左右 就会逐渐的离开台湾陆地 而随着它离开陆地之后逐渐的北上 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天的这个时间点 早上八点就会位置落在马祖的近海 大约是东南方约40公里的海面上 也因此以这样子的路径和结构上面的预估来说的话 随着台风的逐渐的离开我们的陆地之后呢 大约会在明天的上午左右 整个暴风圈有机会脱离台湾的陆地 而到了明天的晚间 进一步的可能有机会脱离马祖的这个范围 那不过呢 还是要是届时台风 它在台湾陆地上面之后减弱的速度 还有后续的移动方向而定 那在绿岛蓝宇这一带呢 风势是最为的强劲 在平均风方面 蓝宇测到17级的强风 那这个在59公尺每秒的这个观测的数值呢 其实已经破了过去所有在人工站观测的记录了 随着台风它距离我们逐渐的接近 整体的风场上面呢 以迎封面这边的降雨会越来越显著 所以说呢 可以看到今天的一整天 在迎封面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 持续性都有这种比较强度比较大的降雨 中间也伴随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 像是宜兰的这一带的 过去有出现过湿雨量超过100毫米 以及三小时在200毫米左右的这种极端的降雨 而这样子花冬显著的雨势呢 随着台风的风场大致在白天都比较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说整体的雨势都是持续 至于到了晚间之后 随着风场逐渐的变化 在台风的中心来到台湾的西边这边之后呢 转成比较西南风 那在宜花这边的雨势有机会略微的逐渐减缓起来 但是在中南部的这一带可以看到 先以南部加以南的山区 会出现这种比较偏向风场跟地形 有直角的这种作用影响 有一些比较强的降雨出现 而至于到了周五的清晨 在整个中南部这一带可以看到平原区这边的降雨也是有比较增多的情形 所以我们总结来提醒大家 这个台风呢在今天到明天清晨最为接近 影响最为剧烈 要注意它所带来的豪雨 强风还有巨浪 那在降雨方面呢 整个东半部都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而至于在山区跟北部的这一带呢 也是有局部的豪雨的可能 在晚间开始到明天清晨 中南部也要注意它所带来的短延时强降雨 那在山区呢 受到这种比较持续性的降雨 也可能会出现参方或是落实的情形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 而至于在强风上面呢 其实各个离岛以及我们的内陆呢 可能会有这种偏向内陆九到十级 沿海离岛十一级以上 那台风附近的强风呢 也都要特别留意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 可能在外面会有一些催落的物品 或是招牌掉落的情形 非必要请避免前往 而且非必要请避免外出 行车用路也要多加的注意安全 而至于在浪的部分呢 刚才也有提到各个海面的浪都是相当的大 所以说呢海向相当恶劣 也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